腦中风发生过的病人 再发生中风的几率 就是正常人的九倍 没办法完全痊愈 但有些三分之一 有可能他可以恢复到原本的工作 我们讲开颅减压手术 这个做法其实大部分就是 我们讲保命 希望他不要死 大概就真的这样子 53岁女星李雨柔 是细说台湾的固定班底 等到6月某日工作到一半 突然肚子疼痛 送医检查近视中风 医生安排她进行开脑手术 李雨柔的病况才趋于稳定 根据卫生福利部 111年国人死因统计显示 脑血管疾病为国人十大死因第五名 死亡人数超过1.2万人 而中风造成失能的后遗症 也是我国成人残障的主因之一 我是双核医院神经科陈荣医师 脑中风其实它就是一个血管疾病 血管疾病其实常讲 就是血管就跟我们水管一样 水管就没有弹性 而且里面如果杂质比较多 那个水管就会被塞住 其实就跟我们的血管一样 血管年纪大了弹性就变差 然后如果你有胆固醇啊 高血脂或者你的糖尿病啊 等等那一些 你的血液里面的杂质就比较多 很容易产生结块 没有弹性杂质多 它就会塞住了 变成我们讲梗塞性的中风 当另外一个状况 我们讲有初血性的中风 就是什么 没有弹性了血压很高 当你没有弹性血压很高的时候 破掉 变成初血性的中风 这两个东西其实可以同时存在 脑中风其实就是我们讲脑部的 供应脑部细胞的那个血管 塞住了或者破掉了 破掉之后脑细胞就死掉 血液没供应 那一阵子之后你开始就有症状 症状包含什么 其实大家普遍来讲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一手一脚没力 讲话不清楚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症状 比如说头晕 晕眩走路不稳 协调感变差 甚至有些什么认知功能变差 都有可能是一个中风的一个症状 所以学会有一个口号 在即兴其发作 我们就微笑举手说你好 其中一个有症状的话 其实快点去找医生 看看你本身是不是真的发生脑中风 不要自己在那边乱拆 中风的危险因子会变成什么 就是除了年龄以外 大概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这四个就是一个 我们讲不可改变等等的风险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一种 我们讲心房战动 心房战动就是心脏乱跳 跳到这个程度 它很容易产生个血栓 血栓出来咻打到脑部去 卡住了 那就是也是我们讲梗塞性的中风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不运动 中风病人其实有 大概九成以上 都是蛮少运动的 然后不运动 然后就我们讲 最后变成什么 代谢症候群 对不对 三高加没运动 抽烟等等那些 其实都会 当然还有一个是家族史 不过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 它大部分是一瞬间 可是它前面其实会有些危险因子 就好像世界脑中风学会讲的 九成的脑中风是可以被避免 就是你危险因子要控制住 当然有一些警讯 比如说我们讲小中风 或者我们讲暂时性的脑缺血 那种状况就好像心脏 心肌梗塞之前会有心脚痛 脑中风也是会 我们讲那种小中风 或者暂时性脑缺血 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的有可能的 一手一脚没力 讲话不清楚 可能24小时之内 症状就恢复了 真的有可能你睡个觉之后 症状好了 就不当一回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到院看发现的病人 一手一脚的病人 其实有七成到八成 他以前曾经中风过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说我这次是第一次 可是你片子一看 以前就好几次 你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危险因子 有啊 很多时候这些中风 其实是可以大中风 我们讲的时候可以被避免 只是就看说 你有没有把一些小的细节 把它抓出来 其实以前讲黄金三小时 现在就是4.5个小时 其实我们的口号应该讲说 发生中风越快越好 对就是脑中风要打119 为什么 就是119才知道说 你这个是不是中风 中风你要送到哪一家医院 因为并不是每一家医院 都可以帮你评估说 龙酸取酸的等等 EMT的弟兄他看你的问题 其实他做的动作也是一样 微笑举手 讲话 有没有不清楚 有他马上去通报 通报到比如说在我们医院 他通报我们急诊 说待会儿有一个三小时的 中风要过来 你猜我们接到电话 接客车多久会把病人送过来 六分钟 他六分钟把病人送过来 过快了吧 如果你自己走来走去等等那些 其实一定会拖延那个时间 所以你越早过来 其实我们讲以前这种黄金三小时 其实你讲脑中风有症状 快点打119 快点到医院 越快越好 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去评估说 刚刚讲的经脉龙酸或者动脉取酸的治疗 没办法完全痊愈 当然有些他的失能 我们讲三分之一 有可能他可以恢复到原本的工作 可是你说完全到恢复到一模一样吗 不可能他还是有点顿顿怪怪 当然你说复发率很高不高 其实很高 脑中风发生过的病人 你再发生中风的几率就是正常人的九倍 对就算你把所有危险因子控制好 顶多是避免掉七成左右的风险 对吧 但中风怎么讲 有些有症状 有些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的不错 运气好 可是不能讲说一次没症状 两次没症状 三次没症状 总有一次他一定会有症状 因为脑细胞就那么多 每次洗 死一点死一点死一点 一定会有症状 不要等到真的有症状再来就医 所以我常会建议说 比如说45岁50岁以上 家族死或者有三高的病人 你现在没事 可是如果你真的OK的 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完整一点的 包含脑部的检查 然后看一下自己 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风险 有的话早点去做预防 也许就会避免到后面 就刚刚讲 90%的脑中风 其实是可以被避免的 对 除了失能以外 其实脑中风还有些后遗症 比如说失智症 对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 讲失智症 第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还没 确实到现在还是 可是当你中风的病人 没有存活下来之后 脑细胞就是变少了 所以以后变成血管性失智症的 比率其实会越来越多 对 这个也是它一个后遗症之一 大概这个又中风又失智症 其实它的未来 到台湾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的人口 那些人怎么去照顾 反而变成这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越早保护脑细胞 我们可以降低中风 降低失能 也可以避免后面的失智症的发生 台湾的成年人的失能比率 其实脑中风是第一名 刚你知道过 独居老人去倒下去 其实真的有发生 很多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 居家的监测等等那些 也许会避免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平常如果你真的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 山高危险风险 或者心房战洞 你还是要去定期找医生 做你的危险因子控制 不要讲说我还年轻 一点点红症 我可以再追踪观察等等那些 当然刚提到过 很多人都认为脑中风 就等同失能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碰到 很多病人都是一样 你刚开始都觉得自己没力 你不觉得自己中风吗 说不一定啊 我可能真的是太累了 他会用其他的理由去解释 他这个症状 为什么我不想承认我自己脑中风 等到他真的是越来越不舒服 或者旁边人告诉他 你真的中风了 这个时间其实就延长了 甚至已经超过 我们可以做的 黄金治疗期那个选择 那变成他就是 我们讲做保守治疗 做复健 危险因子控制 当然你越早到越 刚刚讲的 黄金治疗期 越快越好 那就更多的机会 达到复原的状态 对 本集健康聊天室 医师虽然说脑中风不可逆 终身无法痊愈 但医师也说明 90%的脑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除了无法改变的 年龄 家族史以及心房的颤动 我们可以用健康的生活方式 避开上述提到的 三高 肥胖 吸烟等危险因子 让脑中风远离我们的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 健康聊天室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独家影片 聆会员就能准时收看我们的独家影片